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那麼今天貨櫃三雄 又讓投資朋友失望了 當然也包括小弟我 因為我從昨天長榮的K線 泡泡龍的K線來判斷 各位看 照理來講的話 今天是主力很好發動的機會 對吧 因為昨天洗完盤亮縮 有機會往上攻 這裡才會有壓力 但是主力選擇再往下壓一次 那麼沿著這個五日均線 那這樣子就可以洗得更乾淨 老船長你怎麼不說是出貨 你自己看嘛 量再說 又比昨天量還要再小 所以今天收盤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看我的測標 他從山雄變成啪啪雄 再從啪啪雄變成狗雄 那船長就要救教各位一句話 可以再爛嗎 我們常常說 一個人在谷底的時候 其實也沒什麼好怕的 最爛就這樣啦 還怕失去什麼 沒車沒房什麼都沒有 還怕失去什麼 對吧 不是啦 股票市場有的時候 其實也是這個樣子 反正現在市場上的資金 都跑去拱元宇宙 等一下我會講 那麼或者是怎麼樣 電動車概念股的電池這一塊 或者是這個宏達電 宏達電算是元宇宙了 等一下我會講 那沒辦法 市場上的一個 我們講所謂的趨勢 最近的短線的趨勢就是這樣子 老船長並沒有說要去扭轉它 但是我先把醜話講在前面 不管是元宇宙 或者是電動車的電池概念股 尤其是元宇宙 它的獲利都是怎麼樣 很糟糕的 它是畫一個夢 好 那很多觀眾都不知道 什麼叫元宇宙 反正這些分析師 就是跟大財經台連線 就胡說八道 就講三個字叫元宇宙 然後其實內容是什麼 都不知道 標的就是以宏達電為主 那這家公司我們知道 已經讓台北股市的投資人 傾家蕩產的啦 傷心欲絕的啦 太多了 然後大家一直期盼著它能夠重返榮耀嘛 對不對 但是有沒有重返榮耀 沒有 一直都是虧損大王 我沒有亂講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宏達電是不是虧損大王 還在賠錢 去年賠了七塊多 今年少賠一點 還在賠 它什麼時候才能夠由虧轉盈 不知道 但是呢 股價各位可以看一下 標的很兇啊 有沒有 今天才有出現上影線 今天才有怎麼樣 套牢的人 套在這 那沒關係啊 後面大家等著看 他能不能交出成績單 那為什麼老船長 不以為然 很簡單嘛 我們不是吃不到葡萄 說葡萄酸喔 如果你這個產業 不是夢 是很紮實的 那我覺得 投資人去投資 理所當然 你是畫一個夢嘛 所謂的元宇宙 各位觀眾注意聽好 它就是一個虛擬的世界 那這個東西呢 那麼這個商家 專門在做這一塊的 他們會畫一個夢 告訴年輕人說 你們在現實的生活當中 你是怎麼樣 買不起房子的 你是開不起名車 對不對 但是你來到這個虛擬的世界 元宇宙啊 你可以實現你所有的夢想 看多好啊 對不對 就像當初 這個 宏達電推出那一款有沒有 你只要戴著那個鏡子 照著你的眼睛 就可以開始 哇裡面虛幻的世界 大概是異曲同工之妙 但是過了這麼久 宏達電有因為那個Virtual Reality VR 我們叫VR 虛擬實境 這件事情 有賺錢嗎 沒有 對不對 那現在又搞一個元宇宙 哇大家炒題材 很多人連元宇宙是什麼都不知道 它就是一個虛擬的世界 我認為虛擬的東西 因為它不真實 它是沒有辦法長久 它也是沒有辦法為大眾所接受的 但是有的時候股票市場就是這樣 當趨勢來的時候 那個是勢不可擋 但是最後會不會有人倒大煤 會 因為如果你公司沒有辦法賺錢 那麼去買的人套在高檔就要倒大煤 明白嗎 那有時候趨勢來了 哇結果怎麼樣 漲的股票又是有賺錢的 我們舉例台積電 哇一百兩百三百四百 到五百都是大賺的 那六百幾十塊那個套牢 我們不要講 前面這一個大波段都是賺錢的 而且怎麼樣 公司的確賺非常多的錢 那這種是OK的 哪怕後面買高的人配股配息 我覺得都有機會 那你看從宏達電推出VR Virtual Reality 虛擬實境的這個 戴著這個有沒有 好好好玩了 幾年了公司還是在虧損 那這個元宇宙可以玩多久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成績單是交不出來 因為不會說大家都喜歡玩這種東西啦 只要稍微有一點知識 成熟一點的人 就不會去怎麼樣把心思放在那個地方 那應該就是比較小孩子啊 反正他也買不起這些設備 是爸爸媽媽買的這一種他幻想 他在這個虛擬的世界 甚至他可以當總統 那其實這種我個人覺得久了 對年輕的朋友來講是 應該說是必大於利 如果我是家長的話 我是不會允許我的小孩子玩這種東西 就像現在年輕人在手遊的世界 哇打打殺殺 殺一個人好簡單喔 殺越多越好 還有獎品 你們覺得這個對於一個年輕人 是好還是不好 我個人覺得當然是不好 所以你看現在有很多的 不要說草莓族 比草莓族還要爛的年輕人啊 都是啃老族啊 上班呢也不認真上班 對不對 主管稍微講兩句 老子不幹了 老娘不做了 就是這種態度 那麼富不過三代 我們古人講的話很有道理 所以哇你家很有錢 一代兩代到第三代都玩 因為第三代很多都是廢物嘛 第二代雖然繼承了父母親的衣帛 但是怎麼樣 有的還是滿努力的 到第三代 那是爺爺奶奶打的天下 他才不管 他花錢都來不及了 所以你看現在很多年輕人 很年輕就開著操跑 對不對 穿金帶銀的 在這個東區的路上 台北嘛 哇到處的炫耀 有什麼好炫耀 你自己就是一個垃圾飯桶 你是靠家人的 又不是靠自己的 還自己以為了不起 這是非常糟糕的社會現象 那 元宇宙大家有所了解之後呢 我就是最後做個結論 你要去追可以 那這樣的公司 他交不出什麼成績單來的 那你哪天屌住了 你就不要挨 你就不要怨 你不用等配股配息 那 再來呢 除了元宇宙之外 我們剛剛講到電動車的電動馬達 美奇馬 對不對 很彰啊 有沒有要買 還有呢 4739的 康普 這個都是怎麼樣 電動車啊 開玩笑 對不對 馬斯克已經是世界最有錢的男人首富啊 特斯拉的股價飆到一千美金啊 市值高達一兆美金啊 對不對 你把福斯啊 福特啊 再加上一個什麼汽車 三家汽車加起來市值 都抵不過一個特斯拉 那投資人就開始做夢了嘛 對不對 哇 那這個做電池的不得了了 這幾家公司啊 就怎麼樣 拼命的怎麼樣 往裡面衝 那這個就是短線的趨勢 那麼 這兩家公司做電池 對不對 非常好 但是我們來看看他 賺多少錢 各位看一下啊 這個上半年賺2.14康普 今年我們給他算賺5塊好了 那現在本益比算起來30倍 你認為是便宜還是貴 那他以後會更好啊 那以後誰都會畫餅 我們以今天收盤價來算 他的本益比是偏高的 因為像航運股的本益比大概3倍 你們不喜歡30倍的拼命搶 這就是現在台北股市投資人的心態 跟現象 那我現在講什麼 投資人都聽不進去 我也不在意 因為我在市場久了嘛 我看過太多了 等到風平浪靜的時候 等到這個短線趨勢過的時候 那這些股票打回原型 還是要考驗你啊 營收跟EPS要交出來嘛 那如果交得出來很好 交不出來股價就往下灌嘛 道理很簡單 那之前炒什麼夢 炒這個啊 大家記不記得炒這個 敦泰嘛 難道說敦泰從這裡到這裡基本面有改變嗎 沒有嘛 對不對 那哪怕敦泰今天跌到這個位置 注意看喔 你們要注意看喔 它跌到150幾塊喔 它今年可以賺大概30塊錢 對不對 它的本益比5倍啊 也比剛剛講的什麼美琪馬啊 康普要好多啦 可是它的股價怎麼樣 是趴在地上的喔 但是你看4721 我們看美琪馬的股價 是在天上 我比你GEO 從基本面來看 你只是炒題材 你的股價在天上 那我的3545 我們沒有啦 我舉例 在地上 這個就是 我講台北股市現在的現象 就是說 炒到什麼題材 什麼股票就炒 之前炒敦泰的時候 每一天喔 頭顧老師 財經節目 拼命的講說它多好 現在沒有人講敦泰好 大家懂嗎 那過一陣子 電磁股炒完之後呢 元宇宙炒完之後呢 那資金又會再轉向別的地方 但是喔 醜媳婦總是要見公婆的 所以你在買股票 你在重壓的時候 你要看看這家公司 到底有沒有賺錢 本益比是高了 還是低了 這是我苦口婆心 這麼多年來 一直歸勸投資朋友 那投資朋友 什麼時候會聽我的 就是當他的股票大跌的時候 然後再漲不上去了 成績單也交不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相信股海 老船長導播 更換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 掌握致富關鍵 固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股海中的一盞明燈 固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您的理財專家 808 08005555808 808 好 那麼 講完了原宇宙 就是所謂的這個虛擬的世界 到這個電動車的電磁概念股 好 那麼 我現在講航運股 就是測標寫的 還可不可以再爛 好 那麼本來我們預計 今天航運股 他是有機會要發動的 結果呢 這個泡泡龍 帶頭的不爭氣 各位看嘛 這個就是底部啦 你不要懷疑啦 他什麼時候發動而已 本來今天是有機會發動的嘛 他不發動 硬是往下壓嘛 沿著五日均線嘛 對不對 或許他在等這些均線都下彎 然後黃金交叉 因為他認為這邊啊 因為老船長覺得這邊整理的時間 比這邊長那是應該的 因為這邊是第一次要做怎麼樣 洗盤嘛 斷頭的在這邊嘛 有沒有 你買這邊的全部都斷頭嘛 來 這邊洗乾淨嘛 就不乾淨 再一次 再洗 那這一次這些均線 全部下彎 走黃金交叉 那這個要整理時間稍微久一點 那我覺得也不一定要等到這些都下彎 他的股價可以直接先往上衝嘛 但他今天不願意 那不願意沒關係 你不願意我們也不願意賣啦 講難聽一點就是這樣子啊 因為我在股市的時間夠久 我知道這種股票他在彈的時候 會彈得又凶又快 所以你不用擔心 哎呀現在距離成本好遠啊 你想太多了 那老船長有些股票 彈一下就死啊 搞不好他就彈一下就死了 不可能 你要看一下喔 人家上半年就賺1.5個股本 今年賺超過3個股本 這個營收市都是100多%在成長 老船長那這個是 現在比去年啊 明年可能就沒那麼好 你等著看明年一樣好啦 明年一樣好 所以我說你們就是說 把電子股都看得很好 然後講很多的題材 我也不反對啦 本來短線的趨勢就是這樣 但是趨勢過後 那個爛攤子 如果公司是不怎麼賺錢的話 就像宏達電這樣 你自己腳要抹油啊 跑快一點 那航運股我就跟大家講 你有傳票的朋友喔 你就一定要有耐心 你不要等到蹦蹦蹦往上集談的時候 你又說我又殺在阿呆股 講那些廢話都沒有用了 講那些傳票也不會回來 我見過太多投資朋友 在沒有漲的時候 哀聲叹氣每天罵 然後把股票就是在阿呆股賣掉 然後真的上去的時候很快的時候 哎呀我早知道 閃戶都是這樣我看多了 這幾十年來我真的看多了 那我也直接跟你講 傳票就是不要賣 你不可能殺在這個地方啦 看到沒有 你開什麼玩笑喔 這裡是絕佳的底部 你殺在這裡 不要亂來喔 因為它其實是已經超跌再超跌了 從山雄到趴趴雄到怎麼樣 狗雄 所以說還可以再爛嗎 我認為沒辦法爛了 所以說你可以抱得很安心 我再講最後一次 上去的速度也會非常快 你會很快就解套甚至賺錢 那當然啦 你就說你買這裡的 那沒辦法啦 那我救不了 你買這裡的 應該都可以解套賺錢 我是這麼認為 分析師喔 敢做就要敢當啦 不要說這個 股票今天怎麼樣 山雄變成這個 趴趴雄變狗雄 然後老師就不見 躲起來了 我們照樣出來面對 為什麼 我們就是很坦蕩蕩 跟大家講嘛對不對 那現在沒漲 他們就笑我們沒關係 就給人家笑嘛 對不對 宏達電影前 從一千三跌到一千 很多人跑去買 對不對 一千跌到三百 一堆人跑去買 還有老師說一千三 扣掉一個一千 剩三百好便宜 有一個老頭子 他這樣講 現在沒有在檯面上 他自己在家裡做網路的 害死多少人 三百變三十 就是 我常常在講 你只要是那種投機的心態 公司已經不賺錢了 宏達電那個時候 對不對 那你就不應該去玩那種股票 是不是 那這麼賺錢的公司 貨櫃三雄 我告訴你們就是應該玩 這邊就是應該要怎麼樣 有錢就是要重壓 你怕什麼 對不對 反而我會勸你們 什麼元宇宙啊 電動車的這個電池概念股 那個已經炒得過高了 你盡量是怎麼樣 小心一點 那像這一種 這種真正的 投資價值早就浮現了 你放心啦 等到法人都回來了 主力大戶開始拉的時候 那個爆章雜誌媒體 就會開始講 貨櫃三雄是台灣股票市場上 最好的股票 那個有多噁心 那個記者就會寫得多噁心 然後頭顧老師全部都出來了 他們都沒有對不對 然後都騙說有 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我都可以預知未來 那我希望你是那個怎麼樣 不要到時候是在那邊看戲的 你是自己有參與 第二次的大漲 這一波你沒有參與到 你一直希望歷史重演嘛 對不對 那歷史有一天重演的時候 我希望你能夠參與 好不好 好 那麼剩下的時間我要提 就你看我測標寫 你們家裡面還有 有沒有那個很早以前那個 買電視送的大同寶寶 他最近在推那個什麼電鍋 什麼什麼什麼 一些什麼 我不做廣告 反正就是電鍋就對了 但是如果大同這家公司 靠賣電鍋那就完蛋了 好 那個是噱頭 真正大同公司的基本面 是在這裡 大家看一下 我沒有太多時間啦 但是我整理出來 大家可以去網路上看 總之 它就是電動車的概念股 只是說它做的是馬達 跟驅動器 馬達呢 就像是我們人的心臟 驅動器就像是我們人的大腦 這兩樣東西它已經安裝在巴士上面 已經在台灣的路上跑了 那麼現在希望能夠外銷到國外去 那麼延華工業電腦這家公司 老牌的對不對 股價三百多塊 非常機優的 現在找上大同大家來合作 大同已經是怎麼樣 可以坐電動車的這兩個重要的部位 一個是馬達一個是驅動器 對吧 對吧 那我也說過它的董事長叫盧明光 這一支股票的重點是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三個字叫盧明光 那麼盧明光介入之後呢 各位注意看 大同是從虧損公司 變成怎麼樣 賺錢公司 這是他們的第一步 第一步 那麼盧明光做過什麼公司的董事長 8255 大家看一下 應該現在大家都知道叫澎城 澎城以前什麼價位 大家都知道了 什麼價位 還有更低的 我們看月線還有更低 那不管 至少都是兩百以上 最高來到三百多 注意喔 這個是澎城 還有一家叫中美金 中美金之前的董事長 就是怎麼樣 就是盧明光 股價也是兩百多 最低也是低到不能再低的 自己去看月線 也就是說 盧明光董事長所經營的公司 怎麼這麼巧合啊 你要認為是巧合也可以啦 從澎城到中美金 股價都從幾十塊 拉到兩百以上 然後公司本來都不怎麼樣的 他好像是經營之王 經營之神是王永慶 我覺得盧明光可以算是經營之王 他經營的公司 都被他經營的怎麼樣 方向大正確 然後賺得怎麼樣 非常多 然後股價飆翻天 奇怪都有這樣的特色 那他現在怎麼樣 來經營大同 大同馬上由虧轉盈 那大同的股價 會不會也像 這個澎城跟中美金呢 你們可以拭目以待 那有些事情 我是不方便告訴你們 我能夠在節目上講的 已經很明白了 主力炒作股票的模式 大部分從以前的傳統就是 炒一家爛公司 有沒有 然後爛公司呢 怎麼 他左炒右炒 左手丟給右手 最後都給投資人 現在這一套沒有用了 因為法人 投資人都不會跟了 所以後來做這樣事情的人 都怎麼樣 都被起訴了 法律都制裁了 聽得懂嗎 那麼 現在的炒股模式應該 我認為喔 當然我沒有說盧董事長炒股 我覺得應該就是怎麼樣 你到一家公司 你有經營權 你把這家公司 怎麼樣 脫胎換股 讓他怎麼樣 發揚光大賺很多錢 各位觀眾這有錯嗎 沒有錯啊 對不對 那股價 全部的人都會捧場 所以你看捧場 漲這麼高 中美金也突破200 對不對 那大同呢 大同現在多少 三十幾塊 那董事長又是盧明光啊 剛剛給各位看到囉 那大同還有一塊地 在中山北路啊 叫大同大學啊 我就點你們點到這裡 很多時候你一段時間 回過頭來看 你發現有些股票 我沒有講哪一隻喔 他真的翻了八倍到十倍啊 你不要說報酬了 你就可以退休了 所以我說你手上一定要有這樣的股票 我幫各位找出來了 對不對 只是說這個主力很會洗 他昨天喔 昨天大同這家公司 一天融資報減 三萬零三百三十三張耶 各位觀眾 大同昨天融資減了三萬多張耶 一天耶 我心裡就知道 這股票今天一定要漲 三萬多張的融資下車 應該我猜是一個大主力 他用融資買的受不了了 那當然啦 人家不是來炒短線 人家是要把公司經營的有聲有色 那大同坐電動車的 心臟跟馬達 嚴華也加進來要幫他了 再來呢 他有最大的土地資產 你們不是說通膨通膨嗎 最大的土地資產就是大同公司啊 然後他有經營之王 盧明光董事長啊 那你手上有沒有大同 你要不要操作大同 幫你把什麼仇都報 如果要 你來找我古海老船長 因為我知道一些 你們不知道的事情 我現在很低調 尤其是大咖的 可以私底下來公司找我 要做大同的 現在打電話進來我們公司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各位公司 我們明天再會